大家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款L386钢滚覆膜剂 本款机器带修边刀、点线刀、防卷装置 本款机器最大静止宽度375毫米 速度9档可调,这块是1分钟6米 我们现在演示一下双面覆膜 首先把这个模式打到双面覆膜 这个是单面覆膜,这个是棱表 这里是调温度的,温度加减键 每次开机的时候要按一下温度加或者是温度减 机器才可以正常升温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每次覆膜的时候 手柄一定要打到盒 按开始键 一档速度是串膜时候用的 我们把速度打到先调到2 现在是刷面覆膜,温度90度 这个温度跟我们机器的速度 你的纸张厚薄 还有你膜的厚薄都有一定的关系的 否刷面膜,现在我们来看 做得出来的 这个温度大概是一定的 这个温度 再接触到刷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复膜结束之后按红色的按键 就停止键 然后一定要把那个开盒手柄 打到开的状态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复膜效果 双面复膜 我们用刀把这个膜割断 复膜平整 无气泡 看一下反面效果 现在演示一下 单面复膜 我们把下面的膜用刀割断 然后 把这个模式调到单面复膜 如果是直接是 刚开机就用单面复膜的话 我们只装一卷膜就可以了 单面复膜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修边刀和点线刀 复膜出来的成品 就是多余的膜直接给它切断 然后复膜出来的一张一张的 直接用手可以撕掉 我们演示一下这两个手拧螺丝 我们把这个修边刀把这个点线刀 然后再磨的大概一两个毫米的位置 然后把这这螺丝锁索紧 把这颗黑色的螺丝锁紧 然后拿一张纸 叫一下 再调一下这边的位置 调一下切割刀的位置 稍微的给它留一点点 有一点点膜流出来 因为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机器 你到时候复出来之后 还是要需要稍微的给它修一下边的 这样效果会更好 然后把这颗黑色的螺丝锁紧 现在演示一下修边刀点线刀使用后的效果 当面不抹 现在演示的是多鱼膜切断的这个功能演示 我们根据纸张的大小 就是设定合适的裁切位置 现在是单面副膜打点线的这个功能演示 你现在大概调的就是这个膜边缘的两个毫米左右的位置 现在讲解一下就是防茧区 这个是怎么使用的 使用防茧区之前 就是这个纸张一定要已经穿过这个蓝色的胶滚了 然后把那个手柄打到开 打到开的时候才可以去调这个防茧区的档位 根据纸张的厚度 膜的厚度去调节一下那个防茧区的档位 调节完之后把那个手柄打到和 我们看一下 现在防茧区装置我们已经使用上了 这个单面副膜出来它是不卷去的 现在我们结束副膜之后 一定要把那个红色的按键按一下 就是停止 然后把开克手柄打到开的状态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也是 这是单面副膜 使用绣编刀防卷刀 کا 来 把努力召统 取得到 不能